譬如說澳門現在普選,中央支持的人是會贏的 但你不會因為這樣,你會說澳門普選是壞事 你要的是制度,不是要結果 相反共產黨是要結果,不是要制度 事實上,香港有一部分人覺得安居內容是最重要的 政治是否民主呢,其實在英國英治時代都看到 全世界都有人民的 民不民主,但英國政府搞得香港好,安居內容 麥理好時代,九年業務免費拒逼教育 廉署的成立,社會福利政策 各方面一直都很好,人民真的安居內容 就像李慶明所說,香港有自由,但沒有民主 但民主要跟在英國國會那裏 你香港有什麽侵犯人權的事呢 都會有很多人為你出聲 其實我補充一下,或者馬雅教授補充一下 其實我最早參與民運,就是19… 我在台灣回來的八、四百年已經開始了 在文藝那裏,那時是深水埔關折總天的 這麼關心 有什麽關注呢? 馮掩基是我的老朋友,那時是姚藍來的 劉偉卿的裡面,但全部都在那裏出來的 即是不在那裏出來,但全部在那裏一起開會 那時有太平山學會會典,張炳良那些 太平山學會會典,有何俊一 那第一個,爭取立法會全面直選的運動呢 是什麽呢?是八八直選 是在高山劇場,我們那時說上刀山 所以其實,爭取八八直選,爭取立法會全面直選 到現在已經是二十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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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十 很卑微的 很卑微的 但到現在都增加了多少? 30% 30%增加到50% 30%增加到五十 那你二十多年 而我覺得,如果你說來陸民是新民主運動 傳統的民主黨也是舊民主運動 尤其我們這樣介分 那個民主運動最高的高潮是一個人 知道是誰嗎?劉千石 劉千石當時地鐵說加價 劉千石說,如果你地鐵加價,我憤怒鬼 地鐵真的撤回加價的建議 不過現在,我和雲千石都熟悉 她身體不好,媽媽也去中國 過身 但無論如何,這個人也是退出了香港的政策 而且已經不再… Fading out 但我仍然是很… 無論是私底下和當時是… 她是做了一個這麼均烈的事件 就是,你加價我憤怒鬼 而且她這句說話呢,是非常認真 所有香港人都相信她會做 正直聽聞她,那是不是真的? 那地鐵真的撤回 她說這句說話,她是不是真的想著犧牲?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有什麼補充呢? 剛才你說的那個呢,即是說香港人 即是有一部分人,即是不關心民主那些 就是關心失控的那些 我懷疑會不會,甚至大多數 就是,你試試看回很多的那些調查 選香港的,受歡迎的那些政治人物 是 經濟派反而是最高的 就不是民主派 就是譬如,扮徐麗泰啊 以前,或者最近的劉淑儀那些 即是,他們反而是 就是那個民意之調重高的 不是,曾經有條公民黨之前 未有那兩條公司呢 儀藥味那些都很高的 但是,儀藥味啊 會不會就是香港人 可能很多 一個數量 就更多於是真正民主的人 嗯 這個不出奇 絕對不出奇 聽聞反應就不是 但你剛才說引述那一集要查 通常是說 計算平均分 那麼,我這麼多年都認為 那個方法是不可取的 因為計算平均分的方法是 即是,他打來問你 叫你逐個議員給分 然後去計算平均分 那其實通常那些是 有利於一些比較中間路線的議員 原因是因為那些人 沒有什麼人很討厭他 於是,他就不會得到很低分 即是說,如果 因為你平均分 統計學上就會告訴你 民意這件事是 sensitive to extreme values 於是,黃毓銀,梁國鴻一定低分 因為不喜歡他們給零分 那麼,不給零分 當然是拉到平均分很低 於是,你永遠都是最低分 但是,他真的投票的時候 他可能又拿回10%出現 但是,那些犯罪禮貸 那些人都未必會給零分 可能他會給三四十 於是,他的評分分就低 相對上會高一點 但是,坦白說,沒有爭 我覺得是不下幾分 而這個評分的方法 是我在香港僅見的 我沒有見過 外國的調查機構 會用同樣的方法 因為那個方法的意義 是沒有什麼的 即是說,你 從政治來說 實質意義就是 你算不算得到 有多少人支持你 我覺得你值多少分 沒有什麼意思 即是說,外國一定是 支持奧巴馬做總統 你支持馬英國做總統 你能否滿意他的表現 那是一個Clear Cut的 yes or no答案 你給幾天分 它是六十四點五 代表什麼 你的六十四點五 和我的六十四點五 都不一樣 那個意思 不是很大 雖然我每次跟記者說 可能會出賣 為什麼 他會問 高了0.4分 為什麼 我說 standard deviation 是多少 那我記者就不知道 為什麼 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意見 想表達一下 我兩條問題 想問一下 第一條 其實現在香港的社會的自由 情況 跟民主潤情的發展 是否有點矛盾 即是 覺得民主 也有條普選 但是 好像在不同的情況 或者不同的方面 即是 香港人的自由 到底被人欺騙 你從哪個角度去看 覺得香港是自由的 我感覺 可能在某些局部的情況 就是 中聯辦 他們好像現在的 袍頭率是越來越高 即是 會公然 或公開 去講一些 發表一些言論 去影響 某些政策 這樣 即是 這些方面 都會令人感覺 即是 好像中共在香港 那個影響 好像是 越來越出面 或者越來越出賣 而不會躲在地下黨 這樣 很陰陰陰陰陰的去做一些事情 去找人 去幫他們做 他們會直接走出來 即是 即是 我會想起 中國的情況就是 控制得很厲害 他們現在在香港 做這些事情 好像感覺 會不會他們都是 即是 即是 在壓制 香港人的自由 他想這樣做 但很大程度上 他是 沒有什麼辦法 在不違反 一國兩制的情況下 即是 我一直的說法就是 很簡單 他想給你六四十倍嗎 他不想的 他不想做二十多年 不過他沒有辦法 在一個不違反 一國兩制的情況下 即是 或者他會極其其他更大的政治場面 於是 他有很多事情 他想做 不過他不能夠 譬如說 不能夠像內地那樣 封了這些報館 即是說 擺一個黨委屬的 不讓你出某些事情 中宣部下達指令 不讓你出某些事情 他要用其他很多 相對上很複雜 很隱悔很間接的方法 嘗試控制你的空間 但是 香港始終你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自由的地方 意思是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不犯法 你有充分的自由去表達 你有充分的自由去做 而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香港其實還是自由市場 即是說自由市場 意思是 你 傳媒是會知道 即是說 你做到 很難 其實你是會沒有人看的 而這個仍然是一個制約的力量 即是說 沒有人說過的話 那件事很容易 因為你這樣想 我們正面對著一個 全地球最龐大的獨裁政權 最強而有力的獨裁政權 但是我們 其實相對上我們仍然有相對當的生存空間 很簡單 世界上大部分的獨裁國家 是不可以開局這樣 不可以在這裡 批評中國政府 而 竟然說了兩個小時 還沒有公安 或者國安 還有沒有人 是我不知道 但是 就是